5到11月份是台湾雨量最丰沛的美雨及台风季节 傅里乡代表会副主席和贵乡在咨询时事特别关心 傅里乡所有相关防训的工程 以及每件灾后的抢修工程进度 并要求乡公所相关的防训作业 务必要做好事先准备来保护好民众财产安全 5到11月份是台湾雨量最丰沛的美雨及台风季节 傅里乡代表会副主席和贵乡咨询时特别关心 傅里乡所有相关防训工程 以及每件灾后的抢修工程进度 目的就是希望这些工程能够加快脚步 也要求公所相关的防训作业务必要做好事先准备 保护好民众财产安全 前面有很多都没有清理 所以水都倒灌 倒灌到我们百姓的农点 导致倒理率有点损失 所以在这方面我们不要先发生 我们要先防范 不要等到台风来清淤再来争取 因为是有点太猛烈了 相关所则时回应 目前所有的清淤工程也都已经完成 监测课代理课长说 也欢迎代表提出其他需要清淤的地段 会后会尽快讨论来执行 最近区域排水的清淤也已经完成了 还有我们雨水下流到的清淤也都已经失落完成 所以迅期这期间 比较严重淤积的部分 可能暂时不会有那么积水的严重问题 然后抽水机的部分 我们也有在适当的准备就是运转 看到时候如果溢烟水区域 我们会紧急要用抽水机去做抽水工作 公所也提醒 虽然讯息还没有到来 但是因为极端气候变迁 短延时强壮与发生机率增加 应该要随时保持警惕 勿将淹地垃圾等气质在路边或者是丢入水沟 以免阻碍税流宣泄 记者高双双不理箱采访报道